数据方面,沙丹凯向42分6,注冠5篮板,继续延续他的30交纪录,不过但狐狙效率不高,3分前22投赵中,马洛得到16分5篮板8助攻,没有一出失误,马洛得到12分11篮板,30分面,唐苏凯向25分9篮板6助攻,毕格得到27分12助攻,沙丽奇得到15分8篮板, 季度出场的吉布森,砍向10分8篮板,森林郎分内线,和砍50分25篮板,这场比赛哈登砍42分火箭还输球,主要原因就是内线被打扮了,马洛得成为狼队针对的一点,毕格得说,虽然马洛得适合火箭,但是他的护矿能力插卡配拉不少,在火箭和狼队比赛共后,火箭带见保罗陆批火箭, 马洛表示球队的防守真的太嫩了,我们第一次都没有混防到对手的大个子,而且我们经常让对手打出生羊新高,本赛季已经有多场比赛是这个样子,眼线太糟糕了,马洛的这番话说的没错,火箭防守是个大问题,或许是之前营球远备了球队的区点,火箭队的竞攻处于联盟紧急水准, 但是防守是拖后腿的,或许在坎皇宫来后,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改善,保罗进几场比赛表现不错,他已经找到了比赛感觉,除了保罗之外,只顺德安波尼也不满球员表现,他认为,球员在场上没有活力,需要对比赛更有任性,而且球队能有防守,差个多时场比赛都是这个样子,这是不可能论的, 除了对球队表现发表意见外,德顺还透露了一个坏休息,在谈到哈登时,德安波尼表示哈登的小口劲骨,被杀里奇撞伤了,现在还不知道弹胡子的伤情是否严重,他是火箭队的巨星,全明星比赛马上就要来了,弹胡子可希望不能缺席,火箭队未然会有一周的休息时间,希望能够调整好状态, 请继续下一段产权调整吧